大家好,我是一球,以为还是在有促销卡包5个15k 另外今天出了两个SBC,第一个是欧冠大比拼的SBC 但是需要现机欧冠的兰卡,目前兰卡基本上没有什么货源 只能从卡包里开到,所以欧冠的兰卡的价格还是很高的 但是这个SBC有效期是7天,所以大家也别着急做 这个SBC本身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你俱乐部里有一些不可交易的金卡这类的 另外上周的周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难的 因为好多第5以下的玩家根本拿不到周赛的门票 2000个积分,第5以下的玩家打起来很慢,就像一球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对自己这周周赛表现不满意的话 也不要谈谈过,下周就好了 另外一个SBC是科斯切尔尼的闪回 有效期也是7天,成本要10万个金币 如果你正要用的话,感觉是必须要上一张shadow的 防守数据还是不错的,这张卡就看看防守数据 看了一些视频的评测 基本上对这张卡大家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 用起来的感觉基本上跟卡面的数值给的是相符的 如果是优点的话 它总体来说它的AI的防守 就是AI控制站位还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因为它敏捷偏低 所以转身其实是很慢的 当然它可能唯一的优点就是能给母巴配特别好的化学 如果真要给母巴配化学的话 我相信你如果有钱愿意做这个SBC,肯定买得起传奇 最后我们来说一个bug吧,也不知道是不是bug 还是有意为之,还是和交易有关的 没兴趣的就可以关视频了,但是不要忘记点赞 主极端如果在阵容或者SBC这个页面里进入转回市场来搜索球员的话 它不会显示价格最低的球员 它更像是给你一个你搜索的价格区间左右的一些球员 就像大家在画面中看到这样 我一直降低琼斯的价格一直能搜着 而且它不是一次给你所有的 它是给你五六张 所以需要玩家不停的一直手动降低价格 才能找到实际的最低价格的球员这张卡 从买家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非常不友善 有可能会买贵的卡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如果你是卖卡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潜力 挂一张比市场最低价高个15%到20的卡 没准也能卖出去 所以如果你在转回列表里有投资的球员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把这些球员都挂上去 比如你4000金币买到84投资的卡 你想我可能6000左右出去 我心里会比较满意 那你就挂6000 没准就有人买了 对不对 不挂的话 它永远卖不出去 你现在比如挣了2000 它就是到手了 你可以拿2000再去挣别的钱 但是实际上来说 你挂6000不一定能卖出去 但是如果你挂5000 卖出去的可能性 其实还是很大的 其实利润也已经不错了 挣了两倍的税钱 你可以拿这个税钱再去买卡 对吧 就那么滚动起来 钱就会越来越多 好 这里是一球 下期节目再见 不要忘记点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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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